被一個銀樓他所發行的 然後他的印刷呢 就是在銀甲在帽卡這邊 然後這裡面有一些作品是特別有趣的故事 譬如說這邊可以看到就是滿月的冒花 那種傳統外國外婆會在小孩週歲滿月的時候 會送上一個上面寫著富貴場面 中間還有一個福仙的冒花 那這是一個傳統的金式的習俗 然後另外呢我們再來看這邊 這個作品呢也是傳統金式文化裡面 很經典的一個作品叫孝心簪 那它分別是一個殘障跟佛手 那這個故事是 他的鐵布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是兒子送給媽媽的 這個是女兒送給媽媽的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個母親頭上疊著這個 這個髮簪 他都是殘障的那種 是這是他的兒子送給他的一個祝壽的禮物 然後這個是文杖膠 它是什麼呢 就是傳統富有人家會用金或移 然後這是賀的吉祥的造型 來做垂墜文杖的證物 這樣文杖不會那麼容易